請介紹一下你們自己 你們這一次的題目是 運動技術器 運動技術器 那它有什麼樣的功能 倒數體積細分 然後還有運動技次 運動技次 那請開始說明好了 我們第一個程式是 倒數計時反 大型LEB計分法 倒數計時反 請輸入倒數計時的時間 它剛開始會提示說 你要輸入幾秒 所以我們現在用10秒來模擬 10 9 所以它會倒數計時就對了 它會慢慢倒數到0 那兩個位數就是最大到 99秒吧 上了 就是如果它時間歸零的話 它會有提示說時間到 好那下一個 你們程式把它分開寫的嗎 嗯 好 第二個是 紅外線技術版 好這是做什麼用 大型LEB計分法 紅外線運動技術 大型LEB計分法 紅外線運動技術 大型LEB計分法 紅外線運動技術 大於50公分 50公分 50公分有那麼遠嗎 50公分這邊 OK 那這個是自己印的架子是嗎 嗯哼 你們誰做的 做的 你做的啊 要不要講一下 架子 先做好它的架構 然後 再把它用那個3D列運動 OK 好 那請展示一下 好 我們現在就是模擬 模擬層 所以那個拳頭是代表你頭 就對了 我們現在這個是模擬 那個 模擬層 可是如果你要做洋霧行動的話 就把它喊出來 是 紅外線 這個架子把它刮到這邊 用來那個 是因為角度不一樣的關係 對 OK 好 好 請繼續 好 我們最後一個是比賽計分 好 我們現在只是模擬層 對 不然如果兩隊全部喜愛的程式 它會當機 那這樣子以後兩隊要怎麼計分 就是用兩個板子 然後這樣兩個拿去弄 兩塊板子就對了 OK 欸那這個是要帶著電腦一起去嗎 沒有 如果有燒入問題就不用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是沒有燒入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帶著電腦 可是那邊那個是已經燒入進去了 好 我們來模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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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比賽有沒有可能計分 有沒有可能扣分 有沒有可能扣分 一般才是可以 可是就是為了方式按加 沒有按太狂 對 所以比賽不會有扣分的狀況嗎 不會 嗯 算多有時候會扣分 那所以除了一般的運動計分 你們這會可以用在哪些狀況 除了比球賽啦 比如說那個倒數計時 還可以用在哪些狀況 嗯 像跨年的時候 不是都會有那個 十九八七六八 所以我們一定要最動 就是大家弄設定十秒 然後倒數再把它按 開始看 它這個就會看到 那這個大型積分版的效果好不好 還不錯 就是 就是它有時候你按開始 它就會少一條 就是那個少一條 就是 那個是程式 不順的時候才會嗎 還是 隨時都會 嗯 你本來是程式 不順的時候 它會少一條 跟電腦有沒有關係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下次換一個比較快的電腦試試看 對不對 還有比較換的電腦 好 那個 好 有什麼要補充呢 田木雲 升工 我 我做的是 3D比例 還有 拍檔 好 對 陳一翔呢 呃 我是處理電程式的數字 之類的 對 黃秉忠 我是接線 還有專動 對 板子硬體的部分是嗎 對 對 你那麼害怕什麼 講話大方一點 不要客氣 有 對 好 那 未來 有沒有 想要再做什麼 未來 是把這個進階還是說做得來 都可以都可以 隨便你們講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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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然是想不想